目前的國慶大典盛大登場 而每一年的招牌節目 國軍聯合樂隊 暨三軍一隊聯合操演 流暢的拋槍 整齊畫一的步伐 也再度展現出 我們國軍的氣勢跟活力 而另外一個經典表演 就是憲兵指揮部快速反應聯了 五十四輛哈雷重型機車 靈活進行對型上的變化 交錯科目也充分展現出控車能力 還有高超的騎乘技巧 五十四輛重型機車 特別排成雙十隊形 為國慶日獻上祝賀 雙低交錯 此向操演 上昇對憲兵使命必達的勝利決心 靈活交錯變換隊形 憲兵快速反應聯 展現良好的團隊默契 以及控車能力 要以時速五公里通過管理台了 慢速通過主舞台 快反聯技術操演 帶領二三輛花車遊行隊伍 華麗出場 而吸引眾人目光的 還有他們 莊嚴肅目 冥魂國際 更展現我國軍 金石壯盛的一面 國慶經典三軍樂儀隊表演 震撼登場 超筆直隊伍相當有氣勢 針刀針槍 在在針天操演的困難度 甩著重達六公斤的槍 帶來整齊劃一的花式操槍 還能配合樂曲變化隊形 成勝利之一 勝利在我 國旗代表國家 不論是V字型 方正隊型 鑽石型 還是雙石型等等 各種聯合隊型 通通難不倒他們 劉昌的拋槍 加上整齊劃一的步伐 讓節奏增添活力 展現國軍氣勢之外 也讓現場觀眾驚呼連連 向全世界傳遞台灣人民 擁抱世界的胸懷 記者陳永林凱駛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不見 北部 請